好 为了落实健康中老 老有所为的模式进行老人照顾的部落服务 花莲市公所从11份开始办理了一连五场的原职生活文化健康站的交流活动 那么市长魏嘉贤在29号的一大早也特别前往国福社区 萨古尔文件站关切长者们的上课情况 开玩笑 烘冰箱是花莲的冰箱 那它只要大海里面捞出来的都是印象里面可以吃的东西 花莲市公所从11月份开始分别在萨古尔部落 林园部落 土瓦本部落 吉宝干部落及新夏部落 一连半里五场原职生活文化健康站交流活动 希望能落实健康中老 老有所为的模式进行老人照顾的部落服务 而29号在萨古尔部落文件站登场的 这是由造福员教大家做水饺 运用赤线 山苏 龙葵等野菜 搭配豆包及素火腿的馅料制作素食水饺 那过去我们可以知道风冰箱在大海里面 大家俗称也细称说风冰箱就是一个大冰箱 那其实我们在我们萨古尔这里 其实在山上很多的野菜 其实也是一个大的冰箱 只要原住民的乡亲朋友或年轻的朋友认识这些野菜 他都可以来做食用 那这次的食用的部分 我们也谢谢由老师把这些 把它创新的一个创意料理 把它以水饺来做相关的结合 变成野菜水饺 那我相信这些长辈吃了一定会非常开心 那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青年朋友 那未来也可以认识我们自己过去祖先所传承下来的智慧 那也可以把这些好的食材继续发挥下去 造福员带领长者除楼野菜进而让手指可以灵活运动 也让长者其火腿及豆包回味当年长厨的乐趣 而除了野菜善食的课程之外 其他文件站则推出植物与编织的课程 花莲市公所也购买花莲野菜学校 由校长吴雪月所著作的台湾新野菜主义 一书送给各文件站 作为相关课程及服务的教育参考 记者徐立琴花莲市报导